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父母顿时目顿口呆 项影心就是不理会 三个月后 当胡一发所在的部队开拔到武汉 他要去掌任杨虎城派驻武汉的办事处处长 项影心跟他一起私奔了 两天后 胡一发手下的秦武兵给项影心的父母送来了一千块大娘 另外还有一封他们女儿的亲底信 项影心给父母的信写得很明白 他要出人头地 要出去闯世界 戴笠加入君吐曼号裙带花很快 年轻漂亮的项影心就成了交际场中的焦点 他也因此进入了戴笠的视线 戴笠先没有出面 而是指使她的玩偶蔡孟心急起老婆拢落项影心 与她交朋友 一日 项影心突然接到蔡孟姐老婆的电话 约她去玩牌 当她到后看见牌桌上有一个陌生人 刚要询问 蔡孟姐马上介绍说 向小姐 这位电视大名名顶的戴雨农先生 没等戴笠开口 项影心急堆起笑容 嗲声嗲气的说 哟 您就是戴老板 久仰久仰 在牌桌上 戴笠根本没心思打牌 桌下戴笠故意用脚勾住了项影心的腿 排桌站后 戴笠主动用车将项影心送回了住所 不久 戴笠主动约项影心去舞厅跳舞 两人很快就难舍难分了 项影心勾引人的功夫帐 借多时光的戴笠赞叹不已 一天 当戴笠试探着对项影心提出让她加入军统 项影心含笑英语 戴笠给她起了一个暗银 叫做裙带花 不久 由项影心穿针引线戴笠很轻松的就收买了 杨虎城手下的宪兵营长 军需处长 办公厅主任和兵工厂厂长等重要人物 一只铁桶般的队伍名存实亡 杨虎城将军成了孤家广人 一举一动都掌握在戴笠的手中 胆小怕事的狐一发得知自己的姨太 与心狠手黑的戴笠勾搭上后 气愤万分 可又无能为力 只能自证倒霉 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 只好找了个借口与她离了婚 华北第一大汉奸殷汝庚自杀 殷汝庚公败垂成1935年11月25日 在华北通州的一个控场地里 日伟汉奸竟然公开集会 一群流氓地痞及所谓乡身讲话 大汉奸殷汝庚生死历劫的为日本搞华北自治摇旗那汉 大肆搅消 即东方共自治政府宣告成立了 殷汝庚 浙江平洋人 她在少年时留学日本 回国后 便开始在大小军阀之间进行投机活动 1932年她参与签订了卖国条约 松户停战协定唐枯协定 渐渐变成了日本人的走狗 代理开始注意殷汝庚 一天深夜 代理正式向她宣布命令 要她打入殷汝庚内部 为稳妥起见 由另一个女特骨周智英在外围配合 相颖心与周智英来到济东 由代理巧妙安排 与殷汝庚见了面 风情万种的相颖心引的殷汝庚围着她团团转 并许诺接纳她为小老婆监利书 相颖心深得殷汝庚的信任与宠爱后 就顺理成章地做了音符的主人 素以较猾著称的英乳庚 音色迷心窍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 反而认为这位姨太太很能干 是自己理想的帮手 于是放心大胆地让她去处理一些机密文件和来信 1937年 中国全面抗战爆发 代理的特务系统火速秘密展开暗杀汉奸行动 第一个要暗杀的对象就是殷汝庚 代理根据对方的情况 给相颖心下达命令 尽快刺杀殷汝庚 要求下毒了结 相颖心想到殷汝庚有一个习惯 每晚临睡前都要吃夜宵 总是一大碗念挑 她决定在面内下手 一天晚上 相颖心笑吟吟地说 乳羹 你饿了吧 今晚我要亲自下厨为你煮夜宵 说着便上厨房去了 相颖心一到厨房 便叫仆人们退下 自己开始煮面 等念煮好了 她从胸口鸡心项链中取出代理给的毒药 投入碗内 这种毒药无色无味 其难发觉 相颖心双手吃面碗 特别殷勤地端到殷汝庚面前 乳羹 快趁热吃了吧 殷汝庚接过面碗和筷子 正咬吃时 恰好有人急急敲门 听到有人深夜来访 殷汝庚认为定有急事 便把手里的那碗面连同筷子一起放下 转身去客厅与来人密谈去了 可老的赤那客人 与殷汝庚静足足聊了三个小时 殷汝庚回到房中 叫仆人给他拿面 女佣唱微微的端上来说 老爷 面已坏了 重给您做吧 相颖心健壮 吃惊万分 心说 完了 殷汝庚瞧见碗内面勺变色 断定面里有毒 煞是令人把相颖心绑了 相颖心记住戴利的话 有事不可担小 无事不可担大 已不便应万变 反而沉着应战 任凭殷汝庚的拳打脚踢 他始终持口否认下毒 殷汝庚无可奈何 只得命令下人先将他扣押起来再说 第二天 殷汝庚继续审问相颖心 相颖心仍然矢口否认 一口咬定是他人所为 恰巧 第三天有个女佣因平时与相颖心不睦 害怕被她反咬一口 竟不辞而别 相颖心不由心中一亮 更加否认是她下的毒 殷汝庚心里明白毒手就是相颖心 可是无凭无据 只能下令将其求入监狱 以后反言加审讯 相颖心设法与代理案通消息 要她救援 两个月后 代理探知殷汝庚羹房放已松懈 通过内浅 将相颖心偷偷救出来 回到军统 相颖心大难不死 受到代劳榜重赏 军统中便无人不知 无人不小群带花毒杀殷汝庚的壮举了 军统中人对她钦沸之志 都称她为裙带花美小姐毛颜凤 嫁给毛颜凤被光封人愿相颖心的工作 虽功败垂成 但代理对她奖励仍然不少 她魄力打开战士军统人员严禁 这次结婚的禁区 正是把相颖心嫁与她的积枣秘书毛颜凤 受宠若惊的毛颜凤 结婚之日有待老板亲自到客 更是大显风光 毛颜凤心自整密 为代理教权马之劳 深得其其重 但她为了得到相颖心的芳心 也着实花费了一番功夫 因为她深知 只要抓住她的心便是有了一道升官的软梯 她早知道相颖心是在老板身边的红人 后来也清楚她与老板的暧昧关系 婚后相颖心常去与老板个别谈话 她竟熟失无睹 当人家取笑她时 她装聋作哑的说 有这事 我怎不知道呢 结果聪明的毛颜凤步步高升 最后成了军统的二老板 军统中人虽都知道这个中奥妙 但谁也不敢点破这层保纸 其实 毛颜凤在奉行她人生谋略中的任何等 至于狠她之所以长而不露 是因为火扣不倒 功夫不负有心人 机会终于来了 1946年3月17日 代理程作专机 从青岛机场起飞 再飞往上海的途中 飞机撞在南京市江宁区谷里 街道北面一座不到200公尺高的带山上 代理藏生活海 代理之死给毛颜凤带来了曙光 使她得意由军统局二老板晋升为军统局的大老板 随之 毛颜凤的人生也达到了巅崩 做上了军统局的第一把交椅 毛颜凤终于不需要再忍了 人生谋略中的狠也到了她发挥应用的时候了 排除预己 对付共产党 就连对待妻子向颖心这个曾为自己升官充当软踢的女人 毛颜凤也开始动用她人生谋略中的狠 1947年5月 向颖心因患感冒持续发烧 被送进了医院 一周后 向颖心病情开始好转 不料 就在这个时候 向颖心又被转到了精神病院接受检查 向颖心预感到这是一个阴谋 然后 然而为时已晚 我没疯 这是阴谋 是陷害 向颖心声嘶力竭 大喊大叫 然而 无论她怎样争病和反抗 精神病专家仍在她的诊断书上确定了她是一个严重的精神病患者 需强化治疗 随后 向颖心被送进了位于青岛市郊的一家全封闭苗靶的封人院 毛颜凤和向颖心两人育有子女 毛主仪 毛书卫 毛女男 毛书男 毛佛男 毛维摩 毛小兰 毛瑞兰 新中国成立的前夕 向颖心被家人带去了香港 一次 蒋介石对毛人奉谈话时 特地提到想颖心 说她不可小看 为党国做了一些好事 揭秘军统三剑客的最后归宿东方标准美人徐来 从明清道军统女特工色界原形正平如 色诱汉奸失败被捕杀的中统女特工回复关键斯特工01 获取以上文章